你平常最喜歡的偶像是誰 唱歌的 就你平常去KD 音樂會唱誰的 來手 這麼小 你會唱歌嗎 副歌來一下 來囉 或許只有你 懂得我 所以你沒逃脫 可以耶 一邊緊抱我 小聲的說 多麼愛我只有你 懂得我 就像被困住的野獸 在摸天的樓 渴求自由 怎麼會唱啊 他本來就是唱歌的 有事嗎 他唱歌好聽耶 他本來就唱歌了 你本來唱歌了嗎 他本來就唱歌了 我剛才想說隨便問你一下 就要抽一唱 弄榴槤 香香臭臭甜甜的 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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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這樣吧 我沒有這樣吧 沒有這樣 你也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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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看我死 我愛你 你也要死 我已經看見 你追一個 生命的胎肩 因為那不是我的高層 一直圍著我 前面的小子 我跟妳說 妳說我連心都沒有 我跟妳說 妳說我連心都沒有 我跟妳說 我是你 私人啊 我是你 我跟妳說 耶 我屁股 你屁股 你屁股羊爽 不然你屁股羊爽 各位早安 各位各位 好 我看你摔牙 你摔給我看 摔給我看 太不一樣了 就是 在拍戲的時候 我只需要演就好 在綜藝玩很大 我還需要猜別人在演什麼 而且還猜得很爛 這是我永遠的痛 最讓我覺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所有人都非常投入 在每一個遊戲當中 雖然大家看到表面上 我們都是在廝殺 對戰 其實大家都是互相幫助 然後兩隊的情誼也都非常的緊密 我就覺得這種 玩遊戲的這種運動家精神 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後又很正面 那再加上大家又很努力的 幫我宣傳怪胎 所以就真的這幾天玩得很開心